无量寿起先论 盆济迁局势造的 对于这段事情 它有详细的解释 那这对我们修佛人来说 它这段的解释就非常重要 论词 深想 论语 虚了佛指 乃至甚至方明真心 我们不了佛指 佛的这五种智慧都不了解 这不是真心啊 下面它说 一切之不利自信 无我 无我所 我是假的 不可得了 为什么说无我无我所 我们也很幸运 很早我们就读到 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 要常常把这种事情 放在心上 为什么呢 没有过 没有过说 一切万法都没有 一切万法怎么来的 一年 一秒钟 有多少个一念 一千六百兆 什么是真的了 那一念是真的 这一念出现了 变法界 虚空界的 一正状元 都是这一念变的 这一念是自己的一念 不是别人的 一秒钟里头 有一千六百兆的念头 只有一念 一念马上就过去了 就没有了 第二个一念 不是前途的一念 念念相续 念念都是独立的 是相似的相续 不是真相续 真相续 后一念就是前途的一念 那叫相续 后的这一念 不是前面这一念 日本江本波斯的水尸印 可以能了解 这个四十真相 如果后一念 跟前一念是一样的 你在实验室里 看这个水接近 应该两个相同的 一点都不差 完全相同的 为什么他实验室几年 没有看到两个相同的 这是说明了 念念都不相同 都不相同 就大同小异 绝对不没有完全相同 所以念是假的 念不是真的 念要是真的 念念就相同 念是假的 像呢 像有念生 所以念出生的 那么你就晓得 那么你就晓得 能生的念不相同 所生的像 怎么会相同 像是五指现象 五指现象 也是念念不一样 同 同同没有啊 无过 无过所 四十真相了解之后 翻身 耶稣 共同四指 共同四指 前面说的五种指 佛有 这是自信里头 本自居足的 薄弱智慧 佛有 一切众生 过过都有 一点都不稀奇 这段事情 我们用什么心来看待 平等心 平常心 这是真的 全信自信 举一切之 奔来成佛 不与心外 别有 信佛 执信 如是 回向 使命 唯心 净土 急得 见佛 即是 非常快速 你跟佛就相应了 见佛 就是称佛 你不是佛 见不得佛 你不是菩萨 见不得佛 你不是菩萨 唯心 净土 是真的 这从礼上讲 唯心 净土 自信 弥陀 弥陀 真的跟自己是一体 绝对不是假的 自己真正是 弥陀 没人相信 你要相信的 我念 我念弥陀 念自信弥陀 我求见阿弥陀佛 是自信阿弥陀佛 一切法 全是自信 自信 摄加勃陀佛 自信 弥陀 那佛 自信 弥陀 那佛 佛与佛 佛与佛 如是 变法 皆虚空间 没有一法 不如是 法法皆辱 法法皆是自信 我们看五敦会员 你能有这种心态 五敦会员就看出苗头了 你看懂了 你没有这个心态 看五敦会员 你会看到莫名其妙 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所以一定要肯定 大臣法里头 尽宗是大臣 凡身一如 万法一体 共同辞职 群心自信 举一切之本来成佛 这个观念要有 我们就不会堕落了 我们就不会做错事了 我们就真正肯定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我本来是佛 你本来是佛 他也本来是佛 对一切伐的恭敬心 就升起来了 傲慢心自然就下降了 还有 我比他强 他不如我 这个念头 这是轮回的念头 这是错误的念头 全都错了 那切入这个境界 自信的信德 现成了 清净平等就现成了 大慈大悲 现成了 弱于自信 助之 又知一切 我们对四十正想 还有一点疑惑 那怎么样 不明心外见佛 心外能不能见佛 见不到 因为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我们六根 所接触一切境界 全是自信变现 心心设别 自己的真心 自己的阿赖耶 变现 要记住 佛这一句话 就是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心心一切相 一切相就是行 古人的比喻说的好 一斤做七 七七皆尽 就是这个意思 你把这个参透了 看 禅宗的语录 就能看出味道出来了 那么带着疑情 就看不到了 真相 看不到了 带着疑情 反复至今 你以为 你以为 心外有福 虽宿主线 成愿往生 不得见佛 以不切佛之苦 在这 生到边地一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